为了展现三站文建站上半年度的活动 办理了成果展计防疫新生活座谈会 在疫情期间配合政府做好防疫措施 除了做好宣导工作 文建站的同仁和秀林乡卫生所 也共同来照顾长辈们的健康生活 让长辈度过疫情难关 同时营造幸福快乐的部落 三站文化健康站办理防疫新生活座谈会 邀请了当地的部落诊所医师有亲间 秀林乡卫生所此际一夜 来和文建站的长者们进行宣导 疫情已经持续相当久的时间 许多部落诊人们也对病毒 有很深刻的认识和体悟 防疫宣扰的工作是势在必行的 三站文化健康站计划主持人胡明却表示 赵福业 胡新闻 陈英芳 细心地照顾30位部落长者 在疫情期间虽然有人确诊 还好在卫生单位的协助 而在最困难的时候 共同来照顾好长者们健康 来营造快乐幸福的家园 这三个月以来 有防疫蛮严重 让老人很怕进到我们文建站 那在这个时间 我们都配合卫生单位 还有我们老人的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身体 因为他们听到确诊这个事之后 大家很紧张 在这个时间 我们接受卫生所 还有各方面的公益团体 来协助我们这个单位 让我们这边还继续一直跟他们在一起 让他们很快乐过这个生活 在这个上个月期间 我们老人确诊一共六个 那这个六个当中 他们心情是蛮好的 一起我们文建站的工作人员 去陪着他们怎么样度过这个确诊的时间 也帮助他们 也帮助他们 让他们怎么去过正常的生活 这一次办这个活动 也请专业人实际的 也请当地的医生 也请卫生单位来协助这一次的活动 蛮感激大家 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 不过上半年度 三藏文化健康站也安排七个多月来的成果 有相当多的手工艺活动作品 和多样的精美产品 让大家了解 三藏文化健康站团队的用心和努力 计划主持人胡明确表示 三藏文化健康站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据点 团队的努力和爱心 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态度 经验上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 希望以在地部落的心 来营造成为部落长子们幸福的原地 让大家健康快乐 记得喜欢我们收看